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徽别2021年》 基隆市政府12月31号举办摇滚基隆大步走跨年晚会 基隆市长林悟昌带领市政府团队和多位市议员以及立委蔡世印 在基隆独有的船之鸣笛声中 及长达7分钟绚烂烟火的欢乐声中 和市民好朋友一起迎接2022年 3 2 1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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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隆独有的船之鸣笛声中 以及长达7分钟绚烂烟火的欢乐声中 基隆市长林悟昌带领市政府团队 以及多位市议员和立委蔡世印等等 和市民好朋友们一起迎接2022年的到来 慧别2021年基隆市政府12月31号特地在基隆港西3号仓库旁停车场 热闹举办摇滚基隆大步走跨年晚会 虽然录业后飘起阵雨 但是没有交习参加民众的热情 随着摇滚音乐呐喊摇摆身体 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这也是基隆市政府连续7年 以独立乐团作为跨年主轴 在全台湾独树一格 也成为许多独立乐团成长茁壮的舞台 倒数跨年时刻 基隆市长林又昌带领市政府团队 以及多位市议员和立委蔡世印等人 和现场好朋友们一起迎接2022年到来 同时相约 民国111年4月份举办的城市博览会时再相见 那谢谢大家的一个支持 那明年呢 会有新的市长陪大家过跨年 因为明年市长就八年任满要卸任 不过我想我们让基隆市的跨年 成为一个新的经典 那整个城市也在进步在翻转 我想大家看得到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努力的是 明年4月份 4月底到5月1号 我们就是要连续举办10天的城市博览会 希望到时候再邀请我们所有市民朋友 还有各县市全台湾的伙伴 一起来到基隆 见证基隆的进步跟改变 那在这边先感谢大家 那在这边先感谢大家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云间2022基隆市元旦升旗典礼 台湾头看日出 清晨在成功国校操场举行 基隆市长林友昌今年是任期的最后一年 他指出基隆的进步不会停滞 发展也不会停下脚步 要与大家一起找回基隆的城市荣光 从又影艺科技大学街舞团队 在台上热情表演为元旦升旗揭开序幕 随后由成功国小音乐班六位同学领唱国歌 并有暖暖高中同学担任升旗手 现场数百位民众在绵绵的细雨中 看着国旗冉冉升旗 基隆市长林又昌 副市长林永发及立委蔡世英 一起带领大家迎接新的一年 挥别2021疫情笼罩了一年 基隆在台湾头守足了疫情 建设更是大不卖前 我想我们告别了辛苦的2021年 2021年虽然疫情很严重 不过我们金融守得非常好 我们各项疫情的控制 还有包括疫苗的施打 其实我相信在全国的表现都是首屈一指 要非常谢谢所有民众大家支持市政府 虽然比较严谨 然后大家比较麻烦一点 不过为了健康跟安全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在防疫上所做的一些努力 非常谢谢大家 那展望新的一年 2022年 那今年我们会有非常多建设会完成 那特别是在4月22号到5月1号 我们要举办金融城市布兰会 这个是已经筹划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非常的精彩 市长这边也拜托我们各位市民朋友 可以开始邀请你的各县市的好朋友 亲戚朋友到基隆准备 在4月底的时候来参访 我相信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展现的基隆市 那市民最后立法委员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希望将这些预算争取下来之后 能够让基隆市妥善的应用 我们也看得出来 不论是中央的评比 或者市民的光荣感都因此而产生 那在这个我们新的2022年 基隆在各个项目 包括各个重大工程会完工 那各个观光的项目也逐步着来启动 像我们很关心的邮轮母港的计划 也现在开始在启动了 那我想这些活动最主要就是让基隆 继续迈向一个观光的重要城市 无烟囱的一个城市 那我想市民做个立委会继续来协助 我们迎向充满希望的2022 我记得好像是去年的10月的时候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在一个演说上面 讲过一句话 我个人很喜欢 最坏的时机已经过了 但是最好的时机还没有过来 我希望我们2022苦年行大运 大家都能抓住这个好时机 帮自己帮家人 帮我们整个城市 多尽一份心力 多做一点事情 在升旗典礼上 联邮昌承诺 剩下任期最后一年 市府团队将会继续加油努力 4月底基隆要举办城市博览会 将把基隆进步成绩 分享全国民众 一起见证基隆的成长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从5月12号开始停航 7个月的探索梦后邮轮 在12月31号终于载着 大约200位旅客复航了 上船前船公司也依照 中央防疫指挥中心的指引 加强防疫 市长林悠昌 特地到现场关心 为大家加油打气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从5月12号开始停航 到12月31号 7个月的探索梦后邮轮 在12月31号终于载着 大约200位旅客复航 从基隆到花莲 再回到基隆 进行三天两夜航程 上船前 船公司也依照 中央防疫指挥中心的指引 加强防疫措施 确保安全 每位旅客都要持有PCR 检验阴性才能登船 船方也严格检查 旅客接触使TOCC 有疑似症状或接触使者 不能登船 在关销处长曾之文 和航港局 以及邮轮公司等人配同下 市长林悠昌 特地到现场关心 也为大家加油打气 祝福出航成功 我们基隆是邮轮母港 然后这个邮轮停在港里面 也好几个月的时间 那我想我们的邮轮业者 非常挺台湾 也非常挺基隆港 所以很高兴 听到复航的这样子的决定 那在这个跨年业 要来出航 所以我特别过来关心 然后另外来了解 那当然也给他们加油打气 我想我们边境的一个管理 是非常的严谨 那邮轮的这个航线呢 它基本上是绕岛的一个航线 它并没有出国 那所以基本上也可以把它当成是国内的航线 那不过我想我们防疫优先 那我们CDC还有包括我们邮轮公司 都非常的严谨 也制定了相关防疫的一个准则跟要求 那我们刚刚看到我们所有的要登船的旅客 都很配合 那一一的过一个一个的一个关卡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要求的一个验证 那我相信在这个中央的要求 在游轮公司的这个执行 那另外我们乘客的一个配合之下 我希望一切都可以很圆满 那也祝今天晚上他们出航成功 而旅客们也都很开心 但是对于不同以往的严格防疫措施 也向到现场关心的市长林佑昌 小小抱怨了一下 航港局方面指出搭船旅客 必须打完两剂疫苗满14天 并且提供48小时PCR证明 离船前全部旅客 必须再进行PCR检验 确认阴性才可以下船 元旅程圆满顺利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探索梦号 顺利完成三天两夜追溯光的行程 1月2号返回基隆港 下船前157人再次进行一次PCR的裁检 全部都是阴性安全回家 虽然行程裁检的时间比较长 但能够再搭船出游 也是一件开心的事 结束三天两夜元旦追溯光行程 游客下船露出开心的笑容 船上157名旅客 PCR结果都是阴性 大家可以安心回家了 我是比较早打疫苗的 这一群主 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在海上看曙光这个感觉 不是第一次 但是今年就是跨年特别一点 每天都可以一起来看曙光 天气好的话 有时候还看到海豚 会这样跳 对 成群结松了 因应探索孟号复航 防疫拉到最高规格 部立基隆医院院长一早就到基隆港边 穿好防护衣 亲自护送三箱检体 过程相当严谨 检验科的这个我们的专业人员 就在第一时间 那我们把我们检体 是送到我们的医院做彩检 希望在三个小时之内 就是把这个结果 能够呈现出来 那结果出来以后 我们会通知CDC 这里边境的他们的 这里的同仁 那CDC知道这个结果 会通知船公司 到底是阴性还是阳性 如果是全部是阴性 那这个船公司 就可以让我们的所有的旅客 全部下船 如果里面有阳性 那当然我们会再做 进一步的整个这个阴影 那当然我们会看到 到底是在哪一个 楼层的那个船舱 那如果是有感染的这个可疑 可律 我们就会有一些所谓的 这个到检疫所 或是有一些隔离 5 3 3 2 1 3 4 搭游轮迎接新年 船上举办跨年活动 邀请歌手表演 去年5月停航 历经半年后复航 从金融港出发 带游客迎接 2022 低到树光 你要先采紧 又打疫苗又要采紧 校船也要采紧 所以就比较麻烦 对会比较麻烦 结果还好啦 还OK 就是说大家久了没有出来 大家出来看一看 里面的设施都不错啦 都饭也 吃了三餐也都不错 元旦的时候 我们也是到了花莲 那昨天晚上的话呢 客人在用餐 那今天早上做这个PCR检测的时候 所有的客人都非常配合 当然是第一趟的话 能有就是很圆满的 就是旅客很开心 然后有一个很圆满的结果的话 那当然心里就会比较激动一点 这趟跨年夜的首行 圆满落幕 也让游轮业者和民众增添了信心 期盼未来能够加开更多的航程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前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黄西贤 组成进步基隆连线党担任主席 元旦当天成立服务处 宣布将以无党籍的身份 角逐基隆市长强调要超越蓝绿党 用企业的方式来改变基隆 不分区立委邱远辰亲自出席 送上凤梨预祝当选 绕了联想第三势力是否有机会整合 任奥庆祝服务处成立 进步基隆连线主席黄新贤 选择在信武陆成立服务处 为年底选基隆市长顺势表态 我这次应该要当忍不让 因为在基隆 我是道道地地在基隆长大 从小到大 到现在回来基隆 我对基隆的热情没变过 我希望基隆能够更好 就像这个进步连线一样 除了改变以外 我们希望能够提升 然后就是进步更好 那因为我在企业界所学 我在政大所学 我相信我已经证实在实务上 所以我认为我绝对有这个把握 来做好这件事情 市长参选这件事情 所以没有人有天生出来就是当市长 但是在我看过这些 可能参选的人士的经验各方面 跟我自身 我本人来做一个相比下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要当忍不让 这是我参选市长意志这么坚定 服务处的设立 也是宣告 等同宣告 我是正式宣告要参选市长 服务处成立 各界送上祝福 现场涌入百位支持者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民众党 不分区立委 邱承远 亲自来道贺 送上凤梨象征好彩头 也让外界好奇 第三势力是否有机会整合 其实我们本来之前就都是朋友 那我想只要任何愿意为基隆来去服务 来去投入公共议题 愿意服务的人 我们都用乐观其成的态度 所以今天纯粹来是一个祝福之意 那至于说未来有没有合作的空间 我想其实市政的推动 地方的建设都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那民众党生根基隆也已经一年半的时间 我们一定会找出最好的人选 我们现在目前各地的这个市议员跟这个里长 都在积极的招募跟进行初选当中 那至于说市长的候选人 我们也讲过很多遍 我们不确战也不聚战 我们民众党只要能够得到市民的支持 地方的肯定 我们一定会推出我们的候选人 基隆市长人选 目前国民党已经有前立委谢国良宣布参选 民进党部分市议员曾文廷宣布争取党内初选 但立委蔡思英仍未表态 现在黄熙贤选择在元旦正式参选基隆市长 也让基隆市长选举更加白热化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我想要阅入百万赚大钱 我想要中豪宅开银车 我想要天天赏银银排包 断断吃高级烂力 来 现在签下去 你就是人生赢家啦 醒醒吧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应征供热食 要确认真实性 以免求职不成反受害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维持一个家庭的日常开销 真的很不容易 守护重要的家人 让我们助您一臂之力 基隆市政府协助就业弱势租群 提供各种协助 各区里办公处也定期举办真材活动 帮您找到合适的工作 正观看 四季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位在金融市爱一路 中正高架桥下的公共厕所 经过整修后才刚启用 却连续两次发生马桶盖 被踹坏的情况 让环保局相当无奈 争取改善公厕设施环境的金融市议员 同时为呼吁民众要爱惜使用 他已经第二次换了 第二次换 猜启用不到一周 这间位于金融市爱一路 中正高架桥下新颖的公共厕所 马桶盖却遗失遭人为破坏 目睹的清洁队员直批 实在没功德心 更离谱的是才短短一周 马桶盖被破坏的情况 已经连续发生两次 让管理的金融市环保局方面相当无奈 我们爱一路公厕在上礼拜的时候 做重新翻凶 公民众使用 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爱一路的公厕就遭两次人为的破坏 然后将我们的马桶盖全部拆断 希望民众来使用公厕的时候 可以好好爱惜我们公厕内所有设备 两次发生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 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是我们马桶盖 是整个整座被拔起 那我们的门有被踹坏的现象 那我们经过一次维护的时候 那已经把它恢复原状 那隔了大概三天的时候 马桶盖一样又被民众把它踹坏 那一个礼拜内发生两次这种事件 还是真的希望民众可以好好珍惜我们的设备 两年前就在市议会提案的基隆市议员佟主委表示 这间公厕位于知名的卡玛定渔市旁 使用率非常高 好不容易争取经费并克服法律限制 让厕所内部全面修缮泰换 连洗手台都改为感应式水龙头 没想到却连遭破坏 甚至还有民众直接在洗手台 清洗鞋子跟渔货 他因此邀请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 并呼吁大家能爱惜使用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具有国际的观光客 以及外地的游客很多来我们基隆采买 所以他们要随时维护环境的安全跟干净 所以发现这个被破坏以后我们觉得说 我们好不容易才有这个经费来争取 突破种种法规的限制 希望市民朋友还是可以爱护这个公物 然后包含我们现在洗水潮 其实都已经符合我们现在这个疫情的时代 我们不用那个我们都是用感应式的水龙头 那我们这里这几天其实也有发现一些市民朋友 把鞋子拿上来洗 我想这都是道德跟功德性的问题 也希望大家可以爱护维护我们共同使用的环节 对此除了环保局会每个小时定时打扫注意外 辖区中英二路派出所方面也决定增设巡逻乡 希望遏止这种恶意破坏的行为继续发生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 金融市政府与农会合办的山药大餐热闹登场 限量100桌 由于价格优惠美味 开放当天 及全数受完 上桌的食道创意料理 皆以金融山药入菜 再透过食令海鲜 让人食指大动 现场还提供山药礼盒摸采 希望在寒冬中用养生山药温补民众的胃 来 小心要上菜 美味的山药料理 一上桌民众开心的品尝 金融市政府协助金融市农会举办的金融山药大餐 在2012年末热闹登场 由主厨设计的食道创意山药料理 每道都以金融山药入菜 再卓以食令海鲜提衬 将新鲜山药融入料理中 三海搭配既美味又养生 加上4500元的优惠价格 因此开放预购隔天 限量100桌及全数受完 我们金融山药因为它营养价值很高 然后它产量也是限量版的 所以每年的一个产销其实都非常的好 那另外金融的山药 它的一个价格也比一般的山药高 那受到大家很多的一个热爱 那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山药大餐的这样子的一个聚餐 然后民众来做认购 那今年是大概一天又多半个小时 差不多几乎是秒杀的一个状况 那现在我们要进去会场 那现在是六点半 也已经全部都做得满满都是人 那我想山药是很好的一个食材 也是很好的一个药补 所以在冬天今天特别冷 那我想食用这个山药的一个大餐 我想是营养又健康 抽第一个 45桌 45号 恭喜 45号 除了有美味的山药创立料理 旧市政府采访出方便 还提供了山药礼盒等摩采品 让抽到的民众大喊幸运 采访法处方面表示 除了福岛农场与农会举办山药任养 采山药体验及山药大餐活动外 更积极眉合在地餐饮业者 合作开发山药陆菜的佳肴 点心和饮品 希望吸引更多消费者 开拓山药商机 也在寒冬中用养生的旧山药 温暖大家的身心 记者张其腾 继续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式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 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en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e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